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劉品威 军方黑鷹直升机在前天坠毁 导致八位将士因公殉职 总统蔡英文指示将开放台北宾馆设置会场 今明两天来提供国人前往致意 那么同样在这一次意外中不幸训职的参谋少校黄胜航 他的遗体被巡获的时候还发现 他的双手仍然是紧紧抱着参谋总长沈一鸣 生前最后一刻仍然尽忠职守 而在黑鷹直升机失事当天 蔡总统就宣布要停止选举活动三天 预计在明天会恢复竞选的行程 那么至于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 他今天即将在台南举办造势大会 不过他也特别呼吁支持者除了穿国旗装 尽量不要穿红色的衣服 来表达对国军罹难者的追悼 我们稍后会有完整的讨论 为您邀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首先介绍在我右手边的 先介绍的是焦糖哥哥陈嘉行 哈喽大家好我是焦糖 财经作家胡彩萍 大家好 蔡英文竞选办公室发言人严若芳 主持人好大家好 左手边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 主持人好大家好 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平慧好大家好 财经作家徐清皇 平慧好大家好 好周末这两天在台北宾馆 设置了0102殉职仗势的会场 要开放民众前往追思 我们来看完整的报道 黑鹰罹难将士追思活动 两位小朋友童言童语写下追悼的心情 他们是殉职急功长许鸿冰的一双儿女 女儿稚嫩字迹写着 爸爸下次一起玩手机 儿子写下爸爸我爱您 诉说对父亲无尽的思念 他们知道爸爸在电上保护他 谢谢 为了让亲友民众都能调咽罹难将士 台北宾馆设置追思会场 空军司令守候机会场还没开放 就来打电心情沉重 我们每天都会来 我们每天都会来 我们现在心情还没有办法皮肤 谢谢你们 谢谢 忍不住悲伤情绪 守候机一度讲到哽咽 平日形象见异的军人 一看到会场上的照片 几乎都忍不住哭了 他是我的总队长 对不起 我在一月二号当天 因为掌握于一种 那样的蹄梆 到知诞局报道 我拍这种报道 看到新闻 他就已经熟了 我还害不及跟他报道 他就走了 这位优秀的将军就这样消失了 我心里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在我认知国防部的时候 对我的照顾 我会把这份感恩放在心中 然后继续为国家奋动 继续把握这个国家 旧部署专程来向长官敬礼 情绪激动到手忍不住颤抖 基隆市长林又昌 也带着市府团队来致议 还有更多人是从媒体上得知消息 赶来吊咽人潮没断过 虽然素贵平生 却都感动落泪 他们是很了不起 为我们国家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愿意来向他们致敬 了达我们对军方的支持 也是对我们的国家的支持 来不及说的话 画作文字传递给高飞的八位讲师 这回黑鹰坠毁意外 包括了参谋中党沈一鸣在内 总共有八位高级相关罹难 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刚才看到 已经有不少的政坛人物 包括很多的民众 都前往台北宾馆来悼念 好 首先我们要先请教青皇哥 其实包含蔡总统 他昨天在这个国防的军事会谈上 他也特别发布了这个追进令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 蔡总统他在下午的时候 他也要亲自前往视察 第一雷达分队 说要替这个总长走完他生前 本来要走最后的这个行程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说 蔡总统他上任以来 其实很注重强化我们的国防的一些力量 那么现在是在选前 那么第二个时间点是春节之前 其实发生这样的憾事 那总统他今天特别在下午 有视察雷达分队这样的行程 你觉得说背后有什么样 不一样的意义吗 其实他的重点是在于说 总统现在在做的事情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战略的目标 这个战略的目标叫做建立自主国防 那么在建立自主的国防的时候 当然我们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能够跟美方方面 能够做到充分的合作 然后尤其是在军事上的合作 其中这次罹难的沈总长 就是这里面的关键的那把手 而且负责台湾对美方的谈判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在这过程里面 虽然这是一件让人觉得很悲伤的事情 但是在这过程中我们发现 第一沈总长是一个让人非常敬佩的总长跟军人 他的让人值得敬佩 在于说他是一个能够跟下属好好的相处 让下属知道感念他跟敬佩他的一个长官 同时他也做到了身为一个军人 不管在参加大漠计划 或者是不管在台湾的空军的整个整件的过程 都让人家看到令人敬佩的那一面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沈总长的时候呢 有许多跟沈总长有关的小故事 就陆陆续续的传了出来 那在这过程里面除了沈总长之外 我们知道这次一共有八位军官罹难 那么这八位军官包括那一位 在最重要关键那一刻 还是用双手紧抱着沈总长 想要尽力的保护他 完成自己工作的黄胜航少校 那么他的故事也一样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动容 然后你也会发现 其实他在家里面也是个暖男 也是个照顾自己的妈妈 跟照顾自己子女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你会发现除了沈总长之外 从黄胜航少校 以及像林正复上位 跟其他的这些军官 都会看到我们国军弟兄 第一个他们爱台湾 真正爱台湾的那一面 第二个他们尽忠职守 为了台湾可以不惜捐躯的那一面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 当然国人对于这八位罹难的军官 就非常的关心 关心什么呢 关心的是他们想完成的工作 有没有人帮他们完成 关心的是他们身后该得到的抚恤 有没有得到抚恤 所以我们看到 蔡总统在完成了 整个这个对追思的 这场地的布置之后 我们知道1月4号 今天跟明天1月5号 早上9点到晚上9点 是开放我们的民众 大家都可以去那个地方 去志愿去追思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看到什么呢 有罹难军官的家属 他的小孩子还很小 那贴上了纸条 叫做爸爸我想你 就是像这样子 让人家鼻酸 当然你会觉得说 这里面是很多民众 真的很怀念这些罹难的军官 然后所以你看蔡总统 完成这件事情之后 他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完成 沈总长没有完成的事情 因为回到这件事情 沈总长他们 本来是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本来是要到 东奥雷达战 去巡视那边的官兵 同时去慰绕他们 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 是因为东奥雷达战 号称台湾的东部之眼 什么意思呢 你要知道 他的雷达战覆盖的范围 基本上就是台湾的屏障 所以有任何的 被侵略的可能的时候 那边所部署的 包括爱国者飞弹 天空飞弹 都可以派得上用场 所以这一件非常重要的 巡视工作 沈总长他来不及完成的 蔡总统帮他完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相关的事情 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 所以你也看到政府 在这几天的时候呢 不管朝野的政党 不管是国民党 还是不管是民进党 甚至其他的小党 大家都停止了竞选活动 因为第一 万事莫如救灾集 第二 在这个时间 大家都已完成整个 这八位罹难军官 他们的身后事作为优先考量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 我们也呼吁朝野的政治人物 在这个时候 因为这几天 还是有一些 我们说不效的政治操作的动作 这些不效的政治操作的动作呢 我们呼吁这些人自己 适可而止 还给我们民众 在这个时间应该有的追思 以及这个庄严跟树木 讲到说这个政治操作 我要先问一下 蔡办这边的态度 因为你们是定调说 三天停止所有的选举活动 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的 这个专家学者来建议说 其实选前最重要 现在是要稳定军心 现在你们内部 怎么来定调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在 这些汉事发生的时候的 隔天早上 其实总统马上就有开 来召开了一个国防军事的会谈 那其实就有三个保证 应该说三个确保 因为它是一个确保军心 确保台海周边的安全 确保装备完整的检查 其实这三个确保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为我们看到说 参蒙总长的离事离难 其实对于国家 它为国家安全上面的国防安全上面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到说 美国AIT这边 美国那边方面也直接有一个对应就是说 如果有需要 如果有需要协助的地方 他们可以尽全力来协助 所以参蒙总长的离事 对于台湾的安全来讲 安全度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总统在这第一时间开一个军事会议 一定要确保这三项 再来其实 总统本来就是三军统帅 他是三军统帅之下 他停止所有的竞选活动 本来就是应该的 而且这对于台湾来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们一次损失了这么多的优秀的军官 保卫国家 捍卫中华民国土地 这片土地安全的这些军官是非常重要 那在这个上面来说 总统第一个三个确保 然后再把军事 所有相关的重要的人员把他请来 开了这个军事会议之后 开始要去走这些安定军心 你必须要让我们的军人 对于这件事情来说 参谋总长虽然离世 但是我们的国家安全还是需要大家 总统马上出现 因为他是三军统帅 所以这个三个确保 再加上总统今天 他说这三天都完全 我们没有任何的竞选活动 包含立法委员也都是 我们停止了所有竞选活动 那总统赶紧再接下来 他就是把参谋总长 没有走完的那一层 他还是要去把它走完 让所有的为台湾 保卫台湾的这些军人 我们能够让他们说安心 然后放心 能够让台湾的国防 继续在这一条线上面 能够让台湾的人民知道说 其实总统还是在 我们还是继续在这块土地上 继续努力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尤其在选举前 大家会觉得说 会不会军心浮动 大家会很担心 然后会不会中国在这上面 是不是会有一些趁虚而入 因为参谋总长的这个职位离开了 那所以第一时间 赶快把所有的人员补上 像代理的参谋总长也出现了 然后把所有的这些 一级的主管召开会议军事上面 让军去走军营 这是三军统帅也是身为总统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程 那我们也会觉得说再次呼吁就是 在这一个全国都非常哀调的一个时间点上面 真的不要再去做任何的揣测 而且也不要再去做任何的政治口水上面 我会消费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令人非常会踏法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大家能够一样去的时候 就是去哀悼的时候 其实对于我们的国军是 是真的非常的敬畏 而且不管是说这八位零难者 然后我觉得对于国家的所有军人来说 我们都非常敬重 非常敬佩 谢谢发言人 其实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 运安会目前已经完成了黑盒子的判读 那么预计在下午2点也就是现在应该 已经由国防部来带回 那么事后这个黑盒子的调查结果如何 事后会由国防部统一来公布 好不过发言人刚刚也讲到了一个这个 AIT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还有中国 其实美国跟中国这一次在这个黑鹰失事事件 也都各自了有表态 那我们可以先看到在美国的部分 包括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麦利 他特别表态 他说感谢省上将无私的奉献 珍惜与台湾的友谊和强劲的国防关系 那么AIT助长丽英杰他也特别发文来悼念 他说在此像罹难者的家人同袍 还有来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意 好不过同一时间呢 中国也表态 那么中国是透过他的官媒环球时报 不过竟然是讲出说 一旦中国决定武力解放台湾 黑鹰可以成为屏障吗 好这个事件 美国跟中国各自的表态 其实这一些对话也都有被网友拿来 就是做出一些整理 那么甚至现在外界形容说 从这一件事情 美国跟中国的表态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台湾人要亲美反中 范老师你怎么看 对这次沈一鸣上将 还有另外七位的军人不信的 发生了最绩事件 到目前为止 我有四点观察 第一个是台湾成熟 第二个是政府成稳 第三个是全民国防 第四个是台美友谊 我这四点 第一个为什么讲台湾成熟 我觉得台湾这次 这个是很重大的事件 因为沈一鸣是我们的参谋总长 是我们目前中华民国 穿军服最高位阶的将领 国防部长是颜德发 虽然表面上他是 全国防最高领导 但他是文人 他已经等于是退伍了 所以真正穿军服的 最高位阶是沈一鸣 所以他的失事 在全世界来讲 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看到 全球媒体在关注 等于我们的军方里面 最有权力的人 不幸隐落了 这个有可能会引发的 就是军心不稳 还有就是人民会惶恐 中共会不会趁这个时候 这等于是 类似好像是斩首的行动 因为如果是台美 中国对台湾的 有这种侵犯的想法的时候 这个是他大好时机 因为你变成群龙无首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 全台湾都很沉稳 我们虽然悲伤 大家都非常的团结 团结在一起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经过这次事件 虽然是很痛苦的事件 但是他试炼了台湾 台湾因为这次 大家团结在一起 第二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是我们大家的最大公约数 这个已经获得证明了 我觉得蔡英文在今年元旦 提到中华民国台湾 她讲中华民国不是 哪一个政党的专利 台湾也不是哪个政党的专利 我们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这种生命共同体的这种价值 我觉得在这次事件当中 充分体现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台湾很成熟 台湾迈入一个成熟的社会 所以我们过去常常讲 蓝绿对抗 纷纷扰扰 台湾很分裂 可是遇到危机的时候 大家是团结在一起的 大家昨天看到101大楼 那个整个的字幕 在对我们的国军的这个缅怀等等 大家看到是感动的 这个是不分蓝绿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政府沉稳 从1月2号发生到今天为止 我不需要讲蔡政府 这是她的一个大考验 遇到危机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考验 那蔡政府第一时间 我们看到了 进行第一天进行搜救 然后整个的这个 八具实体全部都收 几乎都收救找到了 但运到三下 有早有晚 但是很快都完成了收救 第二个 送到医院去救治 后送 再来立刻就在当天设置了 这个灵堂 在三军种医院 就是都是有条不问的 然后各部会搭配得非常好 井南有序 没有任何欢乱 没有说 这个好像大弹离头 整个手忙脚乱 没有 都是按照SOP来做 我们也不需要讲 军方也展现出我们的成熟 所以立刻就由这个刘志斌上将 他是副参谋总长 立刻由他带领 没有任何的这个权力真空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 昨天立刻在台北宾馆 这个建立了这样一个 大家可以去瞻仰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也是前所未有的 大家想要 不只是处理还要疗伤 我们除了处理救急之外 让整个全民能够有个情绪的发泄 有个疗伤 这个很重要 另外蔡英文立刻 这个开了军事会议 稳定军心 再来就是追赠 这个沈一鸣上将为一级上将 那我们知道台湾一级上将 其实已经 最后一个一级上将是2009年 是林郑宜上将 一级上将是有四颗心 我们现在只有二级上将 因为我们后来组织法术的修改 到2009年之后没有了 那已经过了11年之后追赠 当然我不需要讲 沈一鸣上将 因为这个事件追赠为一级上将 我觉得我们是很遗憾 这我们不乐见 但是至少让他得到了国家应有的荣誉 另外班政清天白日勋章 这个也是国家的荣点 那到今天蔡英文去东奥的雷达 再去巡视 就是要走完沈一鸣上将 没有走完的路 这是要展现一个什么样 信心 所以我觉得政府沉稳 再来就是全民国防 就大家觉得国防是我们大家的 国军是我们大家 大家要去一同共同来支持 这个也是展现出大家对国防的 全民国防的一个影响 最后当然就是台美友谊 就看到美国AIT降半期 AIT是美国等于驻台湾的大使馆 这个决定没有美国国务院 AIT的办事处主任 立英节是不可能单独决定的 表达怎么样 美国对于沈一鸣上将 对他的肯定 美国军方对他的肯定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表现出台美的 深厚的友谊 包含AIT的脸书 把这个沈上将的照片 用黑色来处理 然后把这个AIT的这个国旗 降半旗来做黑色处理 美国基本上很少对一个外国人 请注意 沈一鸣还有这些都是外国人 这次七位降临都是外国人 没有他们很少对外国人降半旗 因为你不是我的国民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表示 台美之间的关心 而且美国说了 这件事情有任何需要协助的地方 美国愿意协助 也就是说美国要传来个讯息 就是说台湾有难的时候 我美国会立刻提供协助 这是增加台湾的一个信心 包含我们看到美国的参谋总长 联席会议主席麦利 这个联席会议主席 也是美军最高级级的军人 而且是美国总统最重要的军事幕僚 这位联席会议主席麦利 他高度的肯定沈一鸣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事件 相对于中国包含环球时报 说什么台湾的国防不可屏障 然后酸民在酸 哎呀台湾你看嘛 吊鸡台湾好穷 这么多将领塞一台飞机 你看台湾多穷 在那边酸台湾 在那边嘲笑台湾 我觉得就看出来 为什么台湾人觉得中国在这个地方在伤口上撒盐 中国官媒有这样的反应 范老师你不意外吗 我不意外 但是我觉得基于基本同样是人的基本立场 不应该如此 你不是说两海一家亲吗 两海一家亲你对于我们的这么高阶的军人 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还在那边嘲笑 还在那边还在那边撒狗血 我觉得是很这个是没有人性 这没有人性 所以我觉得其实看出让台湾人更加团结一致 一致对外 而这个对外就是中共 这个大家我觉得台湾这次已经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共识 那我必须要讲这次当然蓝不分蓝绿 过去很多人认为好像民进党对国军比较不友善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军队就是国军其实是党军 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军队的辅导长就是国民党的 就是两个人要负责 还要兼党务嘛 国军党军过去是不分 但是从2000年政党伦地之后军队开始国家化了 所以当然陈水扁的8年2000年到2008年 过去民进党没有跟军队互动的经验 所以互动起来还是卡卡的 那2008年之后马英九执政到2016年蔡英文重新执政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事情 国军也很多都其实这是我们的子弟 那我们看到很多绿营的朋友也一样的在追到沈一鸣将军 也一样在对这七位的这位不幸罹难的将士表达关心 过去大家觉得这位是洪仲秋事件的时候 很多人说还要民进党是比较批判军队 还要对军队比较不友好绿营的支持者 没有 其实大家都是团结在一起 那个品味让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从这个事件里面 至少我们要先看到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我们要知道到底谁把你当朋友 谁把你当敌人啊 什么叫谁把你当朋友 谁把你当敌人 我们发生这么重大的这个军官罹难的事件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美国在台协会降半期 你看到的是美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在美国法律的最高军官 他主动表达关心跟沈一鸣的肯定 那你也看到什么呢 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主席 或者是美国在台商会的理事长 都对于沈一鸣表达肯定 所以在这里面你会发现美方愿意伸出援手 而且美方告诉你 如果这时间你有需要 我愿意帮助你 但你看到的中国的态度是什么 中国态度除了环球时报 我们刚刚讲 他在报道做了结论说 一旦中国决定要武力解放台湾的时候 黑鹰能成为屏障吗 他这篇文章是带有戏略的语气的 而且各位可以看 这篇文章在环球网在写的时候呢 上面叫做什么呢 黑鹰最弱台军折损了 最懂得对大陆作战的将领 意思是什么呢 他就是把你当敌人嘛 他就是把你当敌人 所以他认为你折损的是一个 对我在规划作战的将领 所以在这里面你会发现 环球时报很清楚的定义清楚 他就是把台湾当敌人 所以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叫做什么呢 叫做黑鹰能够成为屏障吗 所以我们在哀悼 我们在哀伤的时候 他在我们伤口上面撒盐 所以谁是朋友 谁是敌人 各位在透过这次事件的时候 都可以看清楚 那么第二件事情 因为刚刚范老师有讲到说 过去这个在军中的时候 不管是洪仲秋事件 或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们会觉得说 国军过去跟我们心中的形象 好像跟现在看的是有点落差 但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在沈总长跟很多 这些军官的努力之下 我们看到这几天 由沈总长到228纪念馆去的画面 我们也看到什么呢 看到有剧组单位 要拍一部军中的人权纪录片 理论上要拍这种挑战 那你军中 你里面的一些黑幕的纪录片的时候 军方自己应该是抗拒的哦 但我们看到的是 沈总长主动协助 为什么沈总长要主动协助呢 因为沈总长认为说 只有正面面对问题 我们不怕面对挑战 意思就是告诉你 国军的态度要正面面对 这些过去被挑战的 我们才能够让国军怎么样呢 能够重新整合起来跟战起来 所以他的态度已经告诉你 国军是不分蓝绿超越蓝绿 不要再用像吴思怀角度的那种态度 去看待现在的国军 所以沈总长他们这些 现在的将官在打造的军方 跟台湾的概念 是已经有高度的连结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国军 确确实实做到自己是超越蓝绿的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 当他们发生这么重大事件的时候 是不分蓝绿 你们都应该要停下你们的竞选活动 刚刚范老师跟秦皇哥都有提到 其实这一次黑鹰失事的事件 也让大家看到一个是国人的团结力 另一个就是政府的应变能力 不过除了中国现在被外界形容 是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 我们台湾人自己人当中 有没有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汉事 来做一些政治操作呢 其实刚刚若芳姐也有讲到嘛 包含这个名嘴唐香龙 他也在节目上狂酸 其实在这个意外发生的当天 唐香龙就说 蔡英文站街头 沈一鸣摔山头 因为那一天刚好 民进党也是元旦隔天 安排了这个全部的候选人 一起在街头拜票的这个活动 不过事实上是在这个街头拜票 当蔡总统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一切竞选活动就停止 那么总统也是马上到府内去听取这个报告 不过唐香龙他不止讲这句话 他还这个继续来消费这个杨慧如 杨慧如的事件吗 他讲说国军还不如我们的网军 好这个部分 请姐觉得他这样的发言 是不是真的不太妥当 我觉得唐香龙他不是政府官员 他也不是哪一个机构的发言人 他就是一个名嘴 他个人的发言我不做评论 我综合来评论一下 就是说基本上呢 这一次的这个重大事件 确实我觉得整个台湾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再过几天就要总统大选 而且呢要春节 春节是通常就是战备要提高警觉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节 因为很怕这个春节期间 因为很多军人放假了 会有些重大的这个意外 所以每年春节的这个战备 都是要提高战备 都要非常警觉的 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重大的军事灾难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说 在这个重大的军事灾难当中 我认为各党各派都表现得可圈可点 包括这个执政党 包括了在野党 包括其他的小党 大家纷纷停止竞选活动 然后呢 也互相约束说 大家不要 这个穿这个红色的衣服 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这个发言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几天 台湾社会相对是反而比较平静的 那个别的网军 永远喜欢躲在这个键盘后面 黑人家或者酸人家这些人 或者极少数的名嘴 我觉得那不代表台湾 所以唐湘龙并不会去影响到国民党任何的 唐湘龙又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他不是国民党的发言人 他也不代表国民党的任何一个机构 所以你们 主持人也会 你把唐湘龙说他自己叫蓝军教父 你把唐湘龙跟国民党画上等号 不会画上等号吗 我是不赞成的 我也不认为说 绿军或者是说 大家想把黄湘龙应栽给国民党 这个是正确的 另外我觉得说 从这一次的事件 我看美国人 跟我们是其实一直有准军式同盟的关系 美方非常支持我们 其实很多的汉光演习 或其他的重大演习 或者是武器的采购 美军都跟我们有非常多的互动 以我个人来讲 我以前在立法院担任国防委员会的时候 我们去美国考察 黑鹰这个直升机 我在20年前就上去过 神盾舰我们也上去过 美国的这个国防部 或者是太平洋总部 我都去访问过 就是说很多的军事机密 美国人都愿意跟我们分享的 那这一次他们的表现也是站出来 就是他们跟我们是一个准军事同盟 那中国大陆 我是觉得说中国大陆 有点像我们刚刚讲的唐湘龙一样 就是说你看这一次 他们的军方也好 他们的这个政府的领导人也好 没有人出来讲话 只有一个大家很讨厌的鹰派的媒体 叫环球时报 出来这个嘲讽了台湾一下 所以我觉得也不要把这个环球时报 那个报纸本来就是表现 很鹰派的报纸 就等于整个中国大陆 在这次事件当中 他们整体的表现 我觉得如果把它扩大的话 也是台湾社会自乱阵脚 那环球时报 它当然讲的是很可笑 因为真的两岸如果发生战争 绝不是靠一个黑鹰直升机 它一定有整体的装备 黑鹰直升机 只是在这个整体的战备中 很小力还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整体 事件当中 我们一方面挨到失去了 这么多优秀的将领跟军官 二方面其实我觉得 台湾整体上下表现的态度 我是同意范老师刚刚说 它是非常成熟 而且是非常及格的 好 其实不止这个中国的官媒 包含了这个反年改的争议 现在也被扯进来 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讨论 而这一次的国军黑鹰实施意外 现在意外扯出了反年改的生意 彰化现场王惠美 他就在脸书上贴了这个贴文 也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王惠美他的贴文 前面他先讲说再次凸显我们军警销工作的 这个高度危险性 也调念这个国军将士 不过他第二段重点 他提到了更令人遗憾的是 过去已经通过的公务人员年金改革当中 军警销工作的特殊性 没有办法获得充分的考量 如此的改革也让他担心 没有办法给予退休的军警销人员 足够的保障之外 也让台湾面临军警销人力的缺口更加扩大 好 事实上其实不止王惠美有抛出年改的这个议题 现在其实在网路上有一些风向 有一些网友他们也开始在质疑说 当初这个审军改的时候 为什么都没有看到 现在悼念的这一群人出来捍卫军人的权益 当初可能还有一些网友说他们是米虫 说他们死要钱 不过现在呢 大家开始对国军有这样的一个悼念 有些网友会觉得说 怎么有前后态度的落差 不过这个要请教一下才评姐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意外跟年改的争议 其实大家是不是应该要一码归一码的来看 因为现在变成说有一种风向是 要把年改这件事情跟剥夺军人的权益 跟不尊敬军人绑在一起 那你觉得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吗 我觉得是这样啊 现在在消费年改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不尊重的 就是我们国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我们的国军的高层受到这么严重的重创 其实全国人民是应该要站起来支持国军的 那首先就是说年改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这个节目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改革 它让退休的人少拿一部分钱 然后让整个年改制度不至于破产 其实它事实上是保障了现役的这些军人 反而是对现役的这些军官士兵什么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措施 所以其实年轻的军公教世代 是应该要支持反年改 而且其实支持军改的人是有很多的 在这个基层的这个军队里面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其实蔡英文政府 她在过去四年里面 对国防投资的这个预算 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是近年来最高的一次国防预算 你知道2020年我们新的一年 我们编列了3630亿元的预算 它是近期内最高的一次 就是大概这十几年来最高的一次 而且它的占GDP是2.3% 它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这种 对于国防投资的这种承诺这种破例 那这个投资不只是我们在美台军购上面 有重大的斩获 譬如说我们买了66架F16V 然后呢我们有108辆的这个 就是M1的那个 就是最高规格的那个战车 这对陆军对空军都是非常好的消息 而且我们还争取到 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他要来台湾跟汉翔 成立一个合资公司 做F16战机的亚太维修中心 这对于整个军工产业 不只是现役的军官 你知道连中科院这种科技产业 其实我们中科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在全世界的这个军武的研发上面是 名号是非常响亮 只是国人可能并不知道 所以其实蔡政府过去四年 他在国防预算上面提到一个高峰 而且他还有推行了国防自主政策 包括国舰国造 还有国机国造 你知道我们未来10年会有141艘舰船 船船是由台湾自己制造出来的 那这些都会让整个国军的这个 他不但是这个军武的能力 还有这种武器制造的能力 他会变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他能打仗 他也能够制造军火 所以他这个整个过去四年的这个体质调整 我们看到今天沈一鸣总长他不幸罹难 可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现代的军人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 他能够出去开会就跟美国人坐下来 直接谈的一个现代化军人 这是好很长时间的这种国军体制改革 调整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有这么样优秀军人 你知道前任的美国国防部长 James Martis 他是自己可以写论文的 他可以写那个明朝 中国明朝朝共体系 他说中国的这个王朝跟其他周边的国家 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美国的军人是可以做到这样 他沈一鸣是一个可以跟像这样子的美国军人 平起平坐 然后可以直接用英文交谈 然后对于整个美台防卫体系 非常有见解的一个总长 这是一个我们的国军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这种现代化的这种专业化的这个体制 马上就会非常完整的呈现在国人面前 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的是真的是支持他们 真的不是再去讲风凉话 那萧嫂哥你觉得说因为站在年轻人立场 支持反年改跟这一次我们悼念了很多的国军将士 就是这两件事情有冲突吗 我觉得他们现在这时候在讲反年改 根本在羞辱军人 你们看这些沈总长或是现在在台面上这些军官们 有哪一个出来想说我从军是为了钱 不是吧 军人就是荣誉感保护中华民国台湾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你在那边讲钱钱钱是你们自己要钱 如果你真的想要钱的话只要钱的话你不是去从军 你是去学蓝营教父唐向荣当名嘴 那个才有钱 所以我觉得你看当我们国家培养这些军人的时候 而且别忘记了台湾美国现在是有史以来状况最好的时候 美国把所有的技术都给了台湾给了中华民国 即便我们现在有吴思怀们在我们军队里面 或甚至可能在选举完之后 吴思怀就只会进到立法院去 邱一就会进到立法院去 美国国军还是相信我们中华民国国军的素质 我们会保护好我们的国家 保护好美国的军方的机密 他这么相信我们 所以这就是对军人的肯定 而且你们知道之前总统那个棒球开球的时候 有邀请我们军官去参加 军人要的就是一种荣誉感 不是只有钱而已 钱对他们来讲是其次 钱是国家应该给他们的 而且军改的部分只是年改的部分只是希望说 未来年轻的军人像我那种朋友已经当了上校的人 他们希望说将来从军的人福利可以更好 不要因为他们这一辈的人拿了太多了 下一辈的人没有办法拿到 因为同袍之情不是建议在钱上面 所以我说你这时候在讲年改的时候 我就说那你就是有心要操作这件事情 而且不要忘记了 我们今天的国防军力 从中国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 一路上都是由美国来支持的 我们军方的技术训练 沈总裁训练都是从美国那边来的 我们跟中国共产党就是敌对关系 所以今天国民党讲什么和平协议 九二共识一国两世都是在欺骗你的 中国共产党就是把台湾中华民国当成敌人 不然为什么我们摔一下飞机 他们要兴高采烈五毛全部出动 他们在那边嘲笑我们 不要忘记了 台湾的军事国防不是只有直升机而已 我们的飞弹 我们非常强烈的潜舰国造 就是我们未来对军人的肯定 以及保护保家卫国最好的武器 所以你知道说当中国共产党讲那些的时候 请台湾人不要忘记了 中共一直把跟中华民国台湾的定义 就是内战关系 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和平协议 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讲的和平协议 都不要相信中共武士单单 沈亿民总长之前对外公开说什么 如果面对中共的话 他会站到一兵一卒 沈亿民总长不会讲说 我对中共是签和平协议 没有 因为他说的是美方的军事事务 他的是西方的思想 所以知道保家卫国最好的武器 就是强化国防 保护自己的军队 强化自己的军队 这才是对中共文攻武克最有效的力量 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惋惜 沈首长你就站起来支持国军 支持中华民国国军捍卫台湾 千万不要软弱 这还是沈总长留给我们的精神 好 非常谢谢 不过讲到这个2020的总统大选 现在确实只剩下最后七天了 虽然这几天都没有任何竞选的行程 不过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动 也就是蔡英文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林静怡 他因为说出支持统一就是叛国 这样的言论引发了争议 那么同时他也辞去了发言人的职务 我们广告回来继续来讨论 第一个事情我们要来谈的定义上面是 认为跟中国统一是不是叛国 如果我们在宪法上面 或我们现在认为 中共因为对我们一直是一个威胁的政党 威胁的政权 他们有非但对我们不断的威胁 要用武力来入侵我们 那么这样的主张在国家来说是叛国的 他是不能允许的 蔡英文竞选办发言人林静怡 接受外媒德国之声的专访 主张统一构成叛国 虽然事后她也用词不精确 怕引起困扰请辞发言人职务 但言论被拦引骂翻 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 首先发难 蔡正元在脸书PO文 林静怡在均丧期间 发表这种政治斗争的言论 只有辞发言人 就算查水表已经结案了吗 还传出国民党打算召开记者会 猛攻林静怡事件 我们今天没有要看林静怡相关的记者会 有关这个林静怡的相关的言论的发表 我们昨天已经发表了我们的新闻稿 这个是蔡副秘书长个人的建议 当时她的言论 讲这个言论的时候 她是蔡办的发言人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竞选办公室 现在赶快用切割的方式 变成好像是林静怡的个人言论 我们怎么看国民党是借这个议题 然后来打说蔡英文到底是庇护了多少香港反送中的暴力分子 国民党中央在昨天这样的发言的这个内容 其实我们有点不知道他们要讲的东西是什么 那第一个政府正在权利救灾 第二个国民党过去也声援香港的这个人民 他们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 那今天又确保他们所谓是暴徒 所谓蔡政府有隐蔽他们这个暴徒的行径 所以我不知道国民党这样前后矛盾的立场 是要找到什么问题 林静怡誓言风波延烧 蔡总统也在脸书贴文 强调民主是核心价值 不会把不同的政治主张视为叛国 国民是中华民国不需要修改 更说总统责任就是维护国家主权 如果有外力想剥夺必将起身捍卫 总统坚定表达立场 不让林静怡事件继续发酵 立委林静怡被取出了这一段 支持统一就是叛国的言论引发争议 不过当然他现在已经辞去了发言人的职务 那么对此其实韩国瑜办公室 他在昨天就发出声明来炮轰 他们认为说民进党一直在推动阶段性的台独 那么韩国瑜办公室特别要求蔡总统 一定要出来说清楚他的立场 好很快的蔡总统也在今天早上 特别就在脸书发文提出了三点声明 好我们再快速带您扫描一次 第一点蔡总统强调说 民主是我们守护的核心价值 我们不会把不同的政治主张视为叛国 好第二点国民是中华民国主权在2300万人手上 因此没有修改国号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就是身为中华民国总统 最重要是维护国家主权 也要维护台湾人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好同样是这个发言人 我要先请教一下 因为林静怡委员他除了在脸书上宣布 他持续发言人的职务之外 他在这个前几天 他也特别发出了一个贴文 在他的这个个人脸书上 那他有特别讲到说 其实某一些网站 从这个逐字稿里面 去取出他精简出一段对话 变成说知识同意就是叛国 那他只有一个评论 他认为说你阅读能力这么差 难道不能把整篇文章看完吗 这是林静怡自己在脸书上写的 他觉得他自己被断章取义了 那你怎么看 其实因为像静怡委员的那一个 整个半个小时 其实真的还蛮长的专访 半个小时 其实我把它整篇全部看完 包含记者的提问 他都写上去 然后逐字稿 全部都是逐字稿 看完之后我真的想说 到底哪一句他有讲到说 支持统一就是叛国这句话 我整文看完 我一直没办法理解就是 这句话到底是在哪里出现的 那可能就是像刚刚剪 我们刚刚前面的影片来讲说 那个有武力啊 然后可能对于台湾 那段其实蛮长的 对那段其实很长 所以当你就是前后剪 你又没有那么有耐心的 把这30分钟的影片 或者是逐字稿全部看完的时候 你只看了这一半的时候 你就拿着这断章取义的内容来讲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我们一开始开头 影片开头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看到 所有的民众去调念沈一鸣 调念这八位零难的 我们的非常优秀的军官 讲了些什么 还有我们这些军官 这些学弟学长们 这些去调念沈一鸣 总长的时候讲什么 他说我们捍卫的是中华民国 我们捍卫的是这个国家 这些这么优秀的军官 一直都在适时守护着台湾的主权的时候 我不晓得说一些主张就是不管是武统合统 或者是在一直在讲说 一中个表或者是一中同表这样的一个人 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对待我们这些国军 他一直我们的国军非常的守护台湾 那我觉得你在这个时间点断章曲 然后讲这些 而且总统也一再的强调说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我们有言论自由 但是我们的言论自由 一定是有受到法律的保障 他不是随便乱讲都可以 但是这个2300万人民 是可以有权用投票来决定 台湾的未来 你要选个一个什么样 如何能够守护台湾主权的一个人 这是统统的价值 而且我可以再一次的把这个秀给大家看 这是总统所有在脸书上贴的三个的声明 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可以认真 就是细心的去把30分钟的影片 或者是30分钟的逐字稿 可以把它全部看完 就如同大家在讲反渗透的时候 反渗透也只有12点 也只有926个字 他可以逐字的把它去认真的读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其实 这个反渗透的12点 包含说那个林静怡委员的 这个30分钟的专访 其实不是像网路上大家所讲的说 啊那个你只要讲说我支持和平 我支持统一好像就是会违反了那个 反渗透法 我去中国念书 我去中国冠心去拜拜 全部就会违反反渗透法 没有 其实你把它全部读完 不管任何东西 其实我们都要看头跟尾 包含刚刚那个他们的陈美华 他们文传会主委嘛 就会讲到说什么查水表 其实我觉得查水表这个苏教授这件事情 也请看头跟尾 苏教授难道一个教授他能够公然的 造谣公然的讲些谣言 我觉得难道这个是法律的言论自由 所能够允许的吗 我觉得一个教授你这样子去头去尾 然后大家讲说这要查水表 好像言论自由被受到牵制 错 他前面是造谣 他前面还伪造了他是外交官的这个言论 他曾经有一次是这样子 后面又在伪造文书说 要文化大革命这些等等 连故宫都已经出来讲了哦 那难道这样子的言论 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吗 所以这不叫查水表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请大家就是 捍卫主权是2300万人民 大家可以共同决定的 而且捍卫主权是总统应该要做的 捍卫主权也是我们军人 适时守卫台湾民主 中华民股主权 我们这片土地的一个权利 他们的职责 所以我觉得不要在这个简骨眼 不管是说拿来消费说 反年改拿来讲 这个年金改革这个部分 或者是拿来讲说在这个节骨眼说 啊 断章取遇 支持统一就是叛国 请大家可以把原文全部拿出来 网路上网路这么发达 其实他都可以看到权文 甚至可以看到影音党 我觉得这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总统所坚称的就是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自由的国家 我们可以包容所有的言论 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一起在这片土地上 不管你是新住民或者是军人 或者是我们客家人 闽南人 台湾人 原住民 大家都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可以一起拥有共同的语言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守护台湾 这才是我们一致对外的态度 所以总统的这三点声明 跟林静英委员 他在德国之声接受专访的内容 有任何的冲突吗 我觉得 这个让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先讲清楚 首先我们先看完整版的影片的内容 因为关键是 现在所有的 你会发现要找麻烦的媒体 大概就紧咬着 这个所谓的支持统一就是叛国这一句话 但其实你会发现 他原始的访问原文是什么呢 大概我们用三块去理解他 第一个是记者一开始先提问的问题 叫做 那你们不在乎那些支持统一的人吗 这是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后面他要定义说 那到底这些行为是不是算 什么叫叛国的行为 那我们来看林静英委员怎么讲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有影片内容可以为证 所以你会发现 林静英委员在这一句话 这样的主张在国家来说是叛国的 你知道这句话的前一句是什么吗 这句话的前一句叫做这个 要用武力来入侵我们 要用也就是说前两句 这两句话搭在一起 要用武力来入侵我们 然后下一句话才会成就 那么这样的主张 在国家来说是叛国的 所以请把它前后看清楚 要用武力来入侵我们 那在前面他讲的就是说 现在就是有这么样的国家 那就是有一个中共 这个中共就是用飞弹对着我们 用武力对着我们 然后你现在如果主张他可以用武力来侵入我们 那么这样的主张的统一方式 就是叛国的所以他完整的原文你有没有发现 在媒体上没有被呈现出来 他只是被断章取义的 用了一句叫支持统一等于叛国 所以就开始说 你看你们民进党果然不尊重言论自由 你们果然想打压异己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的是 支持武统等于叛国这件事情 是在我们现行的刑法里面外换罪就有规范在里面 你只要意图使另外一个国家 而且在国安无法修正过 这国家定义也包括中港澳 只要意图使他对台湾对我们来开战的话 这基本上就构成了外换罪的行为 所以他的原文的讲法被断章取义跟扭曲 这个才是最可耻的 所以选战打到你如果是要吹出你自己的基本盘 无可厚非 但是不要把人家的内容断章取义 当然我们也知道林静怡她为了避免后面有太多的困扰 所以她辞去了就是蔡英文竞权总部发言人的角色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影片里面 回归她的原文去看这关键的两个画面 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要用武力来入侵我们 然后呢 这个行为 那这样的主张在国家来说是叛国的 所以各位要知道 实际的状况并不像断章取义的这些媒体一样 所想的这么的奇怪 不过韩半现在还是坚持说 这句话证明了这个蔡总统蔡政府 是不是要来进行阶段性的态度 要问这个教授哥 因为这件事情以年轻人的立场来讲 有没有对险情有伤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还是有看到蛮多的民众是站在领委员这边的 其实我真的很开心 就是蔡正元要打这个议题 因为从之前他在外交部 带那些欢乐伙伴们去那边搞笑之后 就说蔡正元 你千万一定要开记者会做这个议题 我们拜托你 可是呢 所有的记者媒体朋友们 其所有的广大的观众乡民们 他们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你们在问一个问题 那请问一下中国国民党的统一 是指哪一种的统一 我们接受了国民党的教育 我包含兵义服了一年十个月 我们的统一就有一个 叫做反攻大陆 还我和山 是这个统一 如果是的话 请韩国瑜 在记者会讲说 我们的统一就是 我们一定要去武统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要消灭共北 惨共脚北 如果中国国民党 敢这样讲的话 我支持你 我赞赏你 所以你们要问一下 国民党 如果你们要开记者 你真的要打这个议题 你觉得你捡到枪的话 不要用唐炸了 请所有人一定要问他 你的统一 是指被统一还是统一 是吴思淮版本那个统一 你们不分区立委的 吴思淮的统一 还是邱怡的那种统一 你要讲清楚 如果是那种统一的话 勇气可嘉 习近平讲说 我们的统一就是 中华民国要还我核杀 要去反攻大陆 是 因为同样的立场 今天最近有一个 这个律师林志勋 他也在脸书上贴文 其实跟刚刚教堂哥 讲的差不多 他说呢 他觉得林静怡讲的没有错 只是少讲了一个字 并不是说支持统一就是叛国 而是说支持被统一就是叛国 因为如果被统一的话 不管是台湾或是中华民国 都会消失 那这不是叛国 什么才是叛国 好这篇文章呢 在网络上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范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林静怡讲的这个东西 他说 就算说刚才其实 信号已经帮他解释了 他的全文 他并不是说支持统一 就是叛国 他说支持武统 就是叛国 我们也不要觉得意外 台湾有些人还真的是 认为中国来武统台湾 他是支持的 当然对吧 对啊 他们就认为 他真是帮他开大门 帮他开门 这种言论 虽然我们在台湾觉得匪夷所思 但真的是有 其实有人看了那个中国的那个阅兵大典 还会掉脸泪的 也有啊 但是这种人终于是少数了 那我觉得林静怡今天他只是说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面临在沈一鸣将军不幸罹难的时候 制造更多的政治口水 所以他主动的请辞 那我觉得他这个 并不是说他为他的言行表示道歉或什么 因为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做争论 因为事实很清楚嘛 影片都有嘛 对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国民党在这个地方上 明明林静怡没有讲这个话 你硬要去栽这个章 那我觉得实在是很不应该 因为这个其实 从我们就事论事嘛 另外就是说 像唐湘龙这两天也是讲话 他说蔡英文站街头沈一鸣掉三头 这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时间上根本不是 搭不起来 因为蔡英文那天上街头 1月2号上街头是7点半就结束了 而沈一鸣上将是8点多 才发生飞机的坠落 蔡英文不可能 这个时间差是差很远 他那时候已经到总统府 回到总统府去了 那蔡英文他尿龙还说 他说他跟他说蔡英文 把你的真心拿出来 他说你真的遵从他们吗 他讲的是这8位赞士 你真的遵从他们吗 他说我才不相信呢 不是 我必须要讲 为什么今天要去质疑别人 是不是尊重这8位将领 你有什么资格 你为什么说 好像只有我可以尊重 你们不行 蔡英文没资格尊重 这是我的专利 是可以这样吗 我刚刚已经讲过 其实这次的事情 是让大家发觉到台湾 大家是不分蓝绿 都支持国军 大家都觉得难过 没有谁的专利 所以我觉得 唐小龙说 讲这个问题很傻 很傻狗血 他说我就是要讲 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 会引发不必要的 大家的联想 你为什么要 在这个地方上 再次的去伤害 整个台湾社会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到目前为止 我也必须要肯定 韩国瑜阵营 他这个暂停了 他的这个竞选的活动 这是应该的 那但是有一些旁边的人 讲这些不适当的话 其实我觉得 对于韩国瑜来讲 其实反而是对他是伤害 我觉得国民党有志之士 应该要谴责唐湘龙 也应该要 对于不必要去 做这些政治操作的话题 也应该要去遏止 我觉得大家才可以 比较平安的去度过 最近这一段的时光 那我觉得因为这段时间 的确是让大家觉得 很难过 那我刚才看到一个报道 也让我觉得很讶异 这是上报的报道 他说沈一鸣将军 他虽然是外省人 江苏宜新人 但他的父亲呢 在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他的父母亲都是英雅人士 他们家就住在保安宫附近 保安宫附近 所以他们不是住眷村的 那其实我看 我再过过一下保安宫 保安宫其实就在我们的那个 荣亚学校的附近 很近 就在旁边 是不是因为这个因素 都住在那附近 所以他虽然是外省第二代 可是他有相 因为保安宫附近 大概以比较本土为主 所以他是不是有这种本土意识 因为他是我们国军的将领 少数公开的去参观 228纪念馆 因为228纪念馆 对于很多的国军来讲 有一种历史上的一种原罪 因为当初 镇压228的就是国军 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不幸的事情 大家也不要去责备 当时因为的确是 台湾刚刚光复发生这个情况 那蒋中正派军队来镇压 那这种事情在当时的中国大陆 到处都是 因为当时只要有任何的民辩 就是用军队镇压 所以他也很自然的 用这个方式来对待台湾人民 但是国军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原罪 大家不会去面对 过去国民党时期对228 视为是历史禁忌 逐渐的民主化之后 大家去面对他 那沈一鸣将军他作为一个国军 他去承担了这个原罪 去参观的228纪念馆 表示他面对现实 表示他面对这个历史的问题 我们不要畏惧 有错则错语 该改则改 这是一个负责的表现 228的粉丝团也特别在这个脸书上 所以1996年 当时沈一鸣陪同 当时96年台海危机 他当时陪同当时的国防部长 到美国的夏威夷太平洋司令部 去见太平洋司令的时候 太平洋司令问他 台湾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台海危机 他说台湾会占到最后一兵一组 我觉得他有这个 讲出这个话 我觉得是豪气甘云 表达了一个中华民国军人 应该有的操守 这样的一个操守 我必须要讲 吴思怀这两天 我看到他也去了 去追到沈一鸣将军 可是我觉得当他看到 沈将军讲到 我们要站到一兵一卒的时候 对照他去北京人民大会堂 树立聆听义勇军进行曲 树立聆听习近平训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很大的反差 那我觉得今天 我觉得沈将军他所表达的这种热爱乡土 热爱台湾勇于负责的表现 红冲秋事件 他当时很对国军很多批评 可是我自己也在军事院校任教 我发觉国军经过 是那时候对红冲秋事件 整个群龙无首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每天被媒体批评 然后国军犹如爆头鼠窜 然后国军腰杆挺不直 觉得到外面都被他批评 我觉得经历过了这七年之后 国军已经在改变了 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很痛苦 但是面对改变 重新获得人民的尊敬跟尊重 你看这样今天 有国军的这些军人 穿着军服到台北宾馆 去向这些罹难的将士鞠躬 我相信民众看到他们会给他们鼓掌 这就是一个军人的尊严的表现 所以我必须要讲 军人的过去也经历过 我们国军也曾经被大家批评 谩骂这样 但是我们今天彻底的改变之后 才能够赢得这样的一个尊敬 我觉得这个过程虽然痛苦 但是它的果实是美好的 因此我不需要讲 今天不去改变 把自己埋在土里面 避免不想听别人的批评 这样的部队才是可怕的 中共的解放军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今天都是他任何的事情 他所发生任何的事故 他就不断的隐瞒 不断的不愿意 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又重新 有可能会发生SARS 大家看到了最近武汉 他们对这个消息是竟然封闭的 还在掩盖事实真相 跟非洲猪瘟一样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SARS在过年期间 又是中国大陆人口 大家在返乡的时候 如果爆发大规模的感染 台湾也可能是受其害 国际也可能是受其害 当初的SARS就是因为 中共隐匿病情 地方政府隐蔽 中央政府也不愿意揭露 结果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中共他今天 是他在隐蔽事实 他到目前为止 他一个对一个SARS 处理的荒腔走板 相对来讲 我们的政府处理这次的空弹 是井然有序 我觉得这凸显出两种制度的不同 民主政治看起来 他的过程有监督有制衡 好像比较没有效率 可是他的结果却可以让整个政府 到今天为止 他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改进 而中国他禁止各种的监督 禁止言论的监督 禁止舆论的监督 禁止民意机关的监督 禁止反对党的监督 他的结果反而是看到他今天的一个丑态 所以我觉得这看出两种制度的优劣 谢谢范老师 不过回到这个林静怡讲叛国的这个事件 本来是传出说 国民党要在今天早上 召开记者会来狂打这件事情 还说民进党就是来推动阶段性的台独 不过后来呢 是不是真的是临时取消 这个事实到底是如何 我们稍后继续来讨论